詞曲 李宗盛 我還是會談到AI跟抄襲的問題 但我會講一點點理論的問題 讓大家對待AI時代抄襲一些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AI一般中文講叫人工智能 其實我覺得與其說人工 其實不如說是機器智能 當然未來會不會出現半生物半機器的智能 它不只是機器根而已 單純機器它也有生物的結構 但是我們目前還是一個純機器 所以我是想把它叫做機器智能 事實上也有一些 AI的研究者也是這樣舉張 我覺得機器智能 這個名稱更能凸顯這個問題的本質 因為我把AI看成是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後 也就是機器進入了工業時代 就是機器和人共存的時代 那我們所謂的科技發展的核心 其實就是機器的發展 所以從機器發展的角度來看AI 可以洞悉AI目前的一個本質 而且我們從機器角度來談 比較讓我們聚焦在一些AI的現實 而比較不是幻想的AI 那這裡面有幾點 第一個機器是要製作的 是要錢的 特別是要費電 電費是AI商品人很大的負擔 電費不是免費的 所以很大的一部分是錢的問題 第二 AI似乎有無限的可能 能夠幹很多事情 都好像一個人的智能有很多的用途 我們可以換下 我們可以發呆等等 但是你一旦把AI回歸到一個費錢的機器 這就大大限說了AI的可能用途和發展方向 AI既然要花大錢 那麼AI一定也要能夠賺大錢 而且設置發展AI也要成本 也要花大錢 最原始的設置AI就要花錢 所以這一來真正能夠決定 AI用途和發展的其實只有兩個主角 第一個是資本 第二個是國家 那資本最終會被市場所支配 那國家當然還有賺錢以外的考慮 但是也不能忽略市場 畢竟國家本身它自己不會賺錢 也需要錢 國家最終也是要市場繁榮要富強 所以支配AI的發展就是資本跟國家 他們的需求就決定了AI的發展或研發方向 也就是AI的功能 用途 服務 未來等等 你不能賺錢 但是賠錢的 對國家也沒有任何用途的 就不會得到很好的發展 頂多就是意外的或附加的附產品 所以這個所謂人工人工 或者是我講機器之類 它不會是天馬行空的 什麼都可能的 而是其實恐怕是要牢牢的限制 在資本和國家所構成的權力網絡裡面 好 我們把AI叫機制 那機器能幹什麼呢 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先問大家 機器過去它幹了什麼 從這個角度來看AI 就會讓你豁然開朗 因為現在這個AI 比如它能做詩 能寫小說 畫畫 作曲 唱歌 安慰人 這些聽來浪漫的小趣事 意文 故事 就讓我們有一種幻覺 就是脫離了資本跟國家 和機器的本質來思考AI 但是先讓我們想一想 這機器歷來是幹什麼的 機器是在工業時代開始大量的出現 一直到今天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節省人類的勞力 它主要是一個生產性的功能 機器取代了原來的手工業 當然有的機器不置在牆裡面 像汽車 它節省了 或長或短的距離旅行的勞力 那有些機器它不會帶給我們 今天勞力的第一集聯想像 電視機啊 這些傳播機器 或者照明機器等等 但是如果沒有這類的機器 我們就需要靠人類的勞力 才能達成類似的效果 例如電報傳送訊息 替代了這個人的這個跑腿 所以從工業時代出現的機器 它基本上就是節省人的勞力 那麼這個工業時代的機器 它不是漫無目的 被發明出來製造出來的 它是受到了資本的支配 所以基本上就是節約勞動力 我剛剛講了 就是節約生產成本 或者說為了賺錢 這就是機器發達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講在這裡先說一下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它其實不等於AI 而且最早我們有機器人想像 從亞里斯多德的時候就開始 它的機器人的出現就是為了節約勞力 那時候想像就是這樣 當然現在機器人它也可以結合AI 為殘疾人服務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現象 我們先不講 那就在不久以前那個 有一個公司叫 新陳智能機器人公司 這是在大陸的 它就發布了一個首款的人形機器人 這是其實前幾天的新聞 叫Athrobot S1 它兩個手就很靈活 這是非常接近人類的一個機器人 的一個手臂 它也揭露了AI大過程 可以寫毛筆字 作家式收拾東西 關抽劑 替黃瓜削皮 做飯 開瓶塞 倒酒燙衣服 澆瓜修椅子 吸塵 熟練使用 這是一種AI智能使用的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 這個AI的這個使用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工業時代 我們現在是後工業時代 對吧 就是從工業進入後工業 那特徵是什麼呢 就是說除了生產以外 我們有傳播的服務的 休閒的娛樂的工業都發達起來了 而且進入了資本所創造的 市場交換體系裡面 而且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機器 對不對 那這些機器的製作 它當然一方面要節省勞力 那這個 當然另一方面呢 就是說 裡面包括像這種大眾小眾的傳播 即時通訊 共同在場 複製影音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它其實沒有這些機器 它其實仍然會耗費很大量的人力 那有的是耗費物力 耗費物力其實背後才是耗費人力 因為耗費原料 它仍然是一種耗費的這種開採的人工 所以 總而言之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看智能機器的時候 我們要先看 它從工業時代其實只有機器的存在 而它存在的目的是節約勞力 然後現在這種後工業時代呢 它其實謀成還是在節約人的這個勞力 只是它的用途 除了生產以外 它還有其他服務的功能 那前面講到除了資本以外 國家也是工業和後工業時代的主角或能動者 就是我剛剛講的工業和後工業 都是資本的主角 但是其實也有國家 但是國家的能力各有不同 有些國家比較弱 它會被大國的資本 大國的國家所支配 那麼在國家主導的這種機器生產裡面 比較突出的就是殺人機器 就是機械武器的意思 那武器其實也是一種人力的節約 你看看到這一點 它甚至希望能夠達到人生命的節約 你死人越少 就是等國人死的越少越好 但你能夠 你殺人是要費很多勞力的 但現在武器以後你就 就不要費那麼多勞力 好 當然AEI時代順便說一句 AEI也開始被運用為殺人機器 它可能會成為這個新式武器的必備 在戰爭中越來越重要 好 不管怎麼樣 既然我們前面講到一般的機器用途 就是節省人類的體力勞動 那麼AEI作為智能機器 它要節省什麼呢 答案就是人類的腦力勞動 就是AEI它作為機器智能 它要節省的是腦力勞動 這是它跟工業時代一般生產機器不一樣的地方 生產機器節省體力 那麼AEI節省腦力 而且在資本主導下 AEI必然會朝向這個方向來發展 簡單的說 就是在我們現在的後工業時代 節約人類勞力勞動的支出 降低勞力勞動生產的成本 所以它一定也會先淘汰一批所謂的 腦力手工業 就跟早期工業機器淘汰手工業 體力手工業一樣 它要淘汰一批腦力手工業 或者是低階的腦力勞動 那麼未來怎麼樣還更難說 但是在後工業時代 AEI是不是也有一種所謂的情感勞動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歸根到底呢 它可能其實也是某一種腦力的 或體力的一種變化 但是不然這其實不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的智能機器 它也可以某種程度上的 節約我們的情感勞動 一般講情感勞動是空服員的勞動 叫情感勞動 但是不論怎麼樣 我們也看到AEI可以有聊天陪伴 安慰的功能 也可以節約或取代 這類情感勞動的能力 前幾天不是就出現了一個叫 GPT-4O嗎 就展示了這麼一個傾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出現在的新聞 它可以跟你看到你的樣子 跟你好像聊天啊 安慰你啊什麼這些 好 那這些人呢因為 那好 有些新機怎麼樣呢 有新機通常有使用新機的門檻 這些人因為電腦 它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 所以這些新機器的使用呢 造成了某種門檻和鴻溝 有一些人他就不會使用這些機器 因此就有障礙去進入社會組織 大家都聽到的很多大爺大媽在大陸 不會使用手機 那這個就很麻煩 很多電腦其實也有很多人不會用 那AI它也會造成類似的現象 所以現在就有流傳的一句話 是吧 它說不是AI取代你 而是會使用AI的人取代你 是把未來機器智能對勞動市場的重整 歸咎到個人的問題 對不對 好像都是你自己的錯 個人的錯 OK 但是其實 是不是需要某種智能 我們人類是不是需要某種智能 腦力的勞動 是取決於資本的投資 國家競爭的產業需要 也就是資本成本的效益 國家安全 所以要採取什麼樣的智能的分工 還是什麼樣的智能要被替代 或者什麼智能是必要的 主要的還是在資本在決定 國家也有決定 我們知道一般消費型的機器是比較容易上手的 生產性的機器是比較難的 但是機器其實不管怎麼樣 它有時候就難以做到完全的使用者友善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新機器門檻的這種現象 特別是生產用途的機器 由於我們人類要配合機器生產 人的特殊性就必須要被抿滅 完全個人化的機器定製生產還是困難的 就是按照你的這個 這個就是你是掃子掃子掃子 或者讀眼龍還是怎麼樣 這個很難按照你的特殊性 去生產一個特殊性的生產機器 因為大批的生產還是成本低的 所以基本上會以機器運行的方便 就是人要去將就機器 它限制人造或者把環境改造成 某種適應機器的環境來要求人類 所以我們下面就有一些基本的問題 面對這些就是我們有些基本的問題 這些基本問題我把這個關於AI正義的基本問題 就是如何發展AI 為什麼要發展AI 為了誰 什麼目的 這些問題 其實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 也是一些政治的問題 但是一般人是沒有發言權的 他也不會去思考 其實你說什麼民主啊 能決定未來命運嗎 是 這是根本是糊弄一般人的 不可能決定 你們自己不可能決定自己未來命運 怎麼樣發展AI 為什麼要發展AI 為了誰發展AI 什麼目的 只跟你們一樣都站不上邊 但是這是一些非常基本的正義的問題 AI是不是能夠對所有人都有利 造福全人類呢 AI產生的利益怎麼樣去分配 會不會造成新的兩極燈化貧富差距 會不會強化了世界不公平的體系 變成了富強的國家 全的弱國 富人跟窮人的差異是不是擴大 誰來尊嚴呢 誰來決定這些呢 所以講什麼小民尊嚴 這都是屁話 因為這些比基本的 基本的AI方向 AI證明的問題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這個 回答的 這些問題在資本 跟市場主導下 這些問題的討論 其實是非常的局限 我不讓你們再兩天 又是這兩天的新聞 OpenAI這個高級主管辭職了 為什麼 他認為我們應該要監督AI來發展 必須要符合人類的價值 而不是一昧的商業化發展 這是OpenAI的高級主管 因為其實這種公司一開始 都是這一類的 喜歡搞科技的人去當主管 後來就會慢慢被換掉 成專門搞商業 這種歷史上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也不驚訝 所以OpenAI這兩個很重要的主管 就辭職了 那他們本來是建議說 要用整個AI機器的20%資源 來監督AI 就是AI來監督 因為人不可能去監督AI 去發展什麼 但是公司不知道 所以他們兩個就要辭職了 你看一看這兩天的新聞 好 我們先回到操績問題 如果說AI是為了節省腦力勞動 那麼如果讓學生 用AI來節省腦力勞動 能有什麼不對呢 那我們就不用找了很多資料來綜合 來去無存經 就利用AI找到綜合的精尿資料 不是很好嗎 而且既然我們是會被使用AI的人所取代 那我們很早的即時 即時遲早學會使用AI 因為不是很好嗎 你不鼓勵用AI 然後做出操績 不是會讓我們成為AI文王嗎 剛才我以前的從事中生政養儀老師跟我說 他現在在教學生使用AI 這很好 對不對 那 如果讓你 教你使用AI 那麼你至少會用腦筋去吵死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好 如果說 我們現在給學生的問題 學生的作業 會讓學生都提出千篇一路的答案 那會不會是我們本身給的作業 所以他問題本身有毛病 就是說如果我們給出的問題 是AI一下子就能夠回答的 那肯定是 搞不好是出作業出問題的人有毛病啊 對不對 你幹嘛出這麼一個問題 是AI馬上就能夠回答呢 你應該出一些AI也答不出來的東西 讓學生去使用啊 對不對 好 而且我們現在很多考試是open book 那你 那參考AI有什麼不行呢 可以看手機了 那為什麼不能參考AI呢 所以其實有了AI以後 我們知識傳授和學習都會有新的改變 這些問題我認為是什麼 其實就是講簡單講 學校教育根本沒有準備好應對的方法 我們沒有準備好應對AI的方式 我們的教學教材 我們的評分考核方式 沒有辦法應對AI帶來的新的變化 我們現在還只能用前AI年代方式來應對 我們還是希望學生假裝AI不存在 然後我們做一些毛利的苦工 這樣子的話 我們整個的教學教材等等都不用擁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的教育體系呢 其實還沒有迎接好這個AI的來到 其實自從網路來了以後 我們這個學習知識其實有面對很多挑戰 因為很多老師 別的學校老師同樣的課程也放在網路上 那麼很多知識都可以在網上去學習 可能比自己老師講的還好 對不對 那麼這種現象呢 知識隨手可得 我把這個知識的民主化 它其實帶來一種教育的新可能 那現在AI其實就凸顯加速這個知識民主化 甚至從量變到了質變的發展 那有人說 如果學生只是把AI的結果原封不動消費 那這個抄襲 當然很奇怪 你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有時候考試 對不對 我們要求學生們把課本內容 原封不動的複製到事件上 那這是一種抄襲 對 是吧 這不是抄襲是答對了 要給100分的 那難道這是要鍛鍊學生的記憶力嗎 還是要求學生讀過課本 那如果說學生在教AI做引擎 他把整個AI交叉內容全部背起來 那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 其實可能也許就是說 我們是要求學生要付出腦力勞動 所以才構成一個抄襲的問題 好 這個抄襲現在之所以有不可取 有時候其實也不一定是學生沒有付出腦力勞動 因為這個學生他去理解AI 或者去參考什麼百合全書 其實跟其實沒有什麼本質上不同 所以抄襲不可取是因為他沒有 就我們開始沒有辦法對學生個人做 作為基礎來評分 就是我們要確定學生的個別性 我們要把所有人分出一個個的高下 來個人攻擊來評分 作為未來平薪水平執撐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評分系統 所以我們才需要指定這個抄襲的問題 那如果你現在不是在學校 你有過你想不通 你就業了 你一查AI就找不到答案 那這不是很好嗎 那為什麼在學校這就不好 就要被人譴責 那是因為你畢業以後你就不需要再分高下 在學校裡面我要分出高下的一次 所以你用AI就不好 所以不能抄襲簡單來的 就是最終要分出學生成績的高下 就是要學生的整個腦力會產出 它有差異性 這樣才能構成差異評價的基礎 如果大家成年都一樣 都來自AI 那就沒有辦法分出高下 從學校分高下 將來薪水才能分高下 工作才有不同的責任和薪資 然後才有不同的工資 它根本的東西是掛鉤的 那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能夠大家都有同樣的工資 薪水 為什麼一定要這種等級化的高資薪資 那你說不可能 人類不可能實現 有同樣的這種差不多的薪水工資 其實是因為你們無知 因為大陸以前就實行過 毛澤東跟一般的工人的薪水差很小 他們那種國家就實行這種制度 所以不是人類沒有實現過這種制度 也是有實現過的 好 所以我們可以總結幾個 第一個 AI抄襲可能使大家的答案一致 沒辦法分出高下 第二 每個人的答案卷或論文 被認為是反映了每個人的腦力勞動結果 這可能包括你的努力和天分 由此成為平單個人排序的標準 第三 教育體系和之後的就業市場都需要分出高下的程序 使得差異的薪資合理化 第四 只要運用AI不會涉及 不會產生一致的結果 而是通常會涉及一些技巧 那麼就有可能不夠我們抄襲 所以這可能是未來的趨勢 就是大家可以運用AI 但是不要搞什麼一樣的 當然會有爭議 因為涉及技巧 如果是因為更高的付費 或是關鍵字的技巧 而不是腦力的勞動 那可能還是會有爭議 那麼因為AI會 而教育經費有限 所以不一定最後能夠給所有學生最昂貴的AI 但是你現在有些學生有家教 可以進入貴族學校 可以出國到名校 然後以海維生地回來 英恩國內的高薪工作 這些都不會被認為不公平的競爭 也被默認了 所以也許以後學生自己出錢 或者爸媽也會多打工 用最好的AI也不一定會夠的問題 這個我們還要觀察 所以就前面我講的就是說 學校教育現在不准AI抄襲 就是學校沒有準備好 這個師資教育方式 教育評分的方式都沒有配套 那麼雖然AI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但是我們不能遭遇 我們要把它改寫成四等人類的大學生 我們腦子的財務 根源在於教育體系 是要去認學生的高下 好 現在呢 我們來談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 為什麼學校的舉例抄襲 是因為學校跟就業體制 差異化等等 但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當你機器生產以後 解約勞力以後 我們是來有體育活動 要鍛鍊身體 消耗體力 所以是體育課 那學生不能用AI的教作業 是不是我們為了 是因為我們要訓練學生的腦力 免得學生荒廢了 就好像有體育課一樣的意思 當然 這個體育和鍛鍊 這種事情和勞動是不同的 其實方式和目的也不同 而且你運用AI以後 是不是學生腦力 就沒有辦法進一步去訓練開發呢 是不是腦力就去運用到AI上 沒有辦法著力的方面去思考 這一樣的問題呢 這個也很難講 所以我剛剛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也許有人認為說 不用 不讓你用AI 不是別的 就是希望你還能夠用點腦子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 這個減少體力的機器了 可是我們還有體育課 一樣的道理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什麼是不能夠因為AI的存在 而荒廢的腦力 難度過能力呢 如果我們現在假設說 我們有些腦力就是要訓練 就是要給學生培養 你不能夠很輕鬆的得到答案 那我們要具備什麼樣的腦力 來應付AI 才能最大程度的利用AI 才能發展腦力勞動成果 那這個問題其實還沒有什麼答案 因為腦力應該要達到什麼樣的狀態 是還沒有什麼一個共識的 我們在體力方面 我們有個動視 就是人類的體力鍛鍊 你要什麼應付 會能夠長期使用電腦 老年要小心肌少症 要睡眠充足健康的飲食 它有一個規範的標準 就是健康 來應付環境對身體體力的規範要求 好 我們體力方面我們要健康 OK 那我們腦力要什麼 其實體力要健康 是在後工業時代 開始普遍的一個規範話語 這是有時代性的 因為我們可以不在於從事繁重的勞動 解放 以前是從早到晚都要提勞動 你談什麼健康的健身的鬼話 比工作勞力了 勞動了一天還要去健身房 沒有神經病的 而且你種田 你只能吃田裡種的東西 對不對 人家附近沒有超市的 你開車出去到市 一兩個鐘頭你也沒有車 所以不可能談什麼食物多樣性 健康都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健康話語 基本上是後工業時代的財務 你知道嗎 好 所以體力要健康 那腦力要什麼 顯然是還是很少討論的話題 因為我們剛剛進入AI時代 其實我們還沒有共識 對不對 那腦力為什麼缺乏統一的規範 我們說腦力要靈活 要聰明常講 有人強調記憶能力 還要觀察入圍 還有什麼什麼 但是它不像體力講的 有一個統色性的高度 就是健康 那一個可能解釋因素就是說 即使是窮人 或者下層的身體勞動力 他也需要健康 所以我們能夠形容 普遍的一個規範 就是體力方面要健康 但是窮人跟下層 在腦力方面 他不需要跟富人上層一樣 富人上層他可能需要蒙方腦 但是下層的腦力 顯然不能夠 不需要跟上層一樣 所以沒有一個統一全人類的 共同的腦力 應該怎麼樣的規範 那下面的問題 AI是能夠帶來腦力的平等呢 不能 因為百科全書 普遍教育都沒有帶來腦力的平等 這是一種可能的答案 另外很有可能 因為有網路發達 有知識民主化 所以學生一般人 都可以接受各類的知識 不需要到教師們去學習 另外 AI就是網路發達以後帶來的知識民主化趨勢 我們個人更容易接近使用這些知識 所以有這種可能性 但是不一定 但是下面我們來考慮一下 AI它帶來的知識民主化 或是每個人腦力開始趨向平均和平等 如果是這樣 它還有什麼樣的後果 這個我們回顧一下機器對於體力帶來的平等化的效果 以前我們人類體力是各自不同的 是每個人不一樣 就像我們現在腦力啊 其實每個人不同 現在我們現在考慮說 AI會不會使我們腦力都開始有點平等化 因為大家都可以用AI 每個人都很聰明 都變大聰明了嘛 對吧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過去在機器體力時代 機器帶來了這種體力節約的活動以後 人類發生什麼變化 我們以前體力是不同的 就跟我們現在腦力 不同的是一樣的 以前體力不同的時候 有人體力強 有人體力差 所以有的體力活 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但是機器跟大生產來了以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婦女跟兒童都能進入工廠幹活 就是你體力強和力好 那個不重要 所以機器帶來了這個體力的民主化 就是平等化平均化 也就是說 有一些體力活或者勞動 它不再被所謂體力好的人所壟斷了 更廣泛的人口群都能夠重視 它的後果就是 那些原本需要更好體力的工作 或者是更好的工資 更高的工資 因為工需的變化 就開始有下降的趨勢 因為現在 這個普通人 兒童都能夠取代你這個 身強體壯體力活了 所以節約體力的機器 它使得工作對體力的要求下降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工業時代還發生顯著的變化 就是所謂的分工的設計 就是我一般叫做泰勒化 就是本來有的勞動是很複雜的 它不再需要體力 它還需要很好的那種靈活的技巧 很熟練的技巧 熟練 熟工 很熟悉的東西 批他一下 螺絲一下 全部上去 但是這種複雜的勞動 它被分解為簡單勞動 你說扭一下 扭一下 就是你的工作 你不需要十幾個動作 把它做出來 不需要 所以整個工作也開始去技能化 或去技術化 所以我們你的身體 不是說你叫體力好人 而是我們身有技能 所謂翹首 但是現在因為這種泰勒化的分工 主要是包括機械的技能 介入 機械的介入 生產 它不但去體力化 也是去體力的技能化 體力也不需要技能 不需要耗耗體力 也不需要耗耗技能 那它去了體力又去了技能 最後呢 它最終極當然就是去身體 就是無人工廠 就是沒有身體的工廠 無人工廠就是沒有身體的工廠 那上面講的是體能的機器 或者是機器體能 那我們現在開始的機器智能 或智能機器又開始有什麼樣的 你們也猜到了 無人工廠 無身體工廠 以後就是無腦工廠 我先講一個最近網路的一個段子 很有意思 它說 這個段子算錯了 我覺得AI方向搞錯了 我們希望機器人幫人類掃地使館 是因為人類要去寫詩畫畫 現在是AI都去寫詩畫畫了 我們人類還在掃地習慣 這是網路的一個段子 其實我已經講了AI能做什麼 方向什麼 已經說過 最終是由資本和國家來決定 但是你剛開始的時候 你有一種百花齊放的感覺 但是最終AI要實現變現 它要能夠變現 所以機器智能的AI 你們已經猜到我講話了 要講什麼了 它也要去智能畫 去人類的智能畫 就像體力機器去體力化和去技能化 機器智能它也要去智能化 去腦力 當然它不是去除所有人類所有的智能 還有些智能是無法被機器智能所取代的 至少再學會能 對吧 那這個情況和機器出現以後 取代手工業機器智能是一模一樣的 造成取代的不但是機器的本身 還有整個分工廠的設計 就這產業怎麼去設計 就是泰勒化 把複雜的智能勞動分解成簡單的智能勞動 由此我們可以預測兩個趨勢 第一個智能機器也不需要非常智能 大家別想到這離我還早 現在還沒有發展到很厲害 它不需要發展到很厲害 智能機器不需要有非常複雜高度的類天才的智能 它只需要整個切割智能生產的過程 就是我們現在要用腦子去生產一個東西 它能夠把這個過程很合理的切割出來 使得這個智能能夠分工 每個分工的部分不需要複雜的就簡單智能 就是這個智能的態度化 它就足以取代高度複雜的智能勞動 這個AI去設計一下吧 所以AI不要有突破性的 不用有突破性的發展 它就很可能形容對目前智能勞動分工有所改變 第二智能機器它所需要的工人 它也不需要是高智能的 不要以為一定要練到國式 要在大學裡學過AI什麼的 它才可以保留工作 它很可能普通的智能就可以了 就像機器生產的態度化 不需要高智能工人一樣 它不需要那種手工業有技術的工人 不需要有體力的功能 父女小孩都可以上工 未來的智能機器 它甚至也不需要大學畢業生 就能從事現在碩士博士 這些專業人所做的事情 第三 這個智能分工的本質 當然我要講的是 最後還是要看資本 就是你如何節省成本 增加利潤 這會決定未來市場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市場需要什麼人才 不是大學畢業生有受過什麼樣的訓練 不是這樣 是怎麼樣節省成本 怎麼樣增加利潤 這個就是決定未來市場需要什麼樣的人力 你以為我在這裡我學過AI 那個沒有關係 不是說你特別聰明 你全能 我很厲害 你就被智能的人力想需要 不需要 可能你不夠聰明 是不是就一定會被市場侵賴 有可能 在看怎麼分工 這還不知道 那我們教育體系 其實應該要全力配合這樣的分工 以產生智能而入上所需要的人才 所以某種程度上智能的機械發展不改變我們教育體 可是有的時候計劃感不上變化 因為分工心態可能變化很快 所以很快還是會出現教育準備來不及應付就業市場的需要 很多智能技術 很多智能技術都會跟音樂片有可能是一樣的 當然最可怕的就是大學四年 準備了老半天 結果那個內典腦力的智能技術就被AI取代了 或者被AI改變形態 所以與其這樣要嘛就是告訴大家大學裡面快快樂學習好了 其實未來要學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大家就讓你自己成為一個靈活 這樣適應未來市場變化的人吧 這是另外一個話術 我們一直討論的是資本和市場在決定機械智能的發展 我們沒有討論國家 現在討論一下國家 國家要顧及資本和市場 因為國家考慮財政 但是國家也有兩種角色或者任務 第一個國家要主持公平和正義 這就是透過稅收還有福利的手段 來進行第二次的財富分配 調和這個窮人跟富人的這種階級矛盾 就是國家的第一個角色 那另外一個國家是要注重國際安全 這就涉及了跟其他國家的競爭 包括市場上的競爭 經濟競爭 軍事競爭 國家安全的競爭 是兩方面 都涉及了在科技領域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 你需要有高科技 你都做那種手工 那種低階的那種工業 生產的襪子 孟加拉都做了很多 那沒啥用 你要能夠有高精尖 你要做出來的東西 電動汽車啊 上太空啊 那種才能賺大錢 美國沒有什麼聚焦業 低級聚焦業 但是他沒有錢 為什麼? 因為他高級聚焦業 所以競爭 這個市場經濟你需要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軍事 要重視機器的這個發展 那國家在軍事和國家安全的發展呢 需要經濟市場做支持 沒有錯 就需要金錢經濟發展 但另外一方面 國家他也不會完全順應 國際和國內資本市場的邏輯和安排 國際分工要求你 做某個分工 什麼東西 你就做什麼什麼 聖誕年電燈泡 台積電給你發展 上級給你指派一下 對不對 那有的國家他不完全順應這個 因為順應這個你永遠翻不了身 但他有時候要逆勢或者暫時虧損來發展 這是國家的功能 就是國家他不能夠完全被國際資本牽著走 完全牽著走 他國家安全的他永遠就 就翻不了身 這一個例子 1963年的時候 外交部長陳毅 他說 帝修反就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反動派 帝修反就是原子彈核子彈 了不起嗎 他們若是欺我們 他們笑我們窮 造不起 就要造不起人子彈 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 這很有名句話 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要違反這個經濟的規律 我把褲子都當了 我也要造核子 這很有名為什麼他當時跟金庸 香港那個武俠學的國家 還有一個辯論 就因為這句話 就1963年 當然1964年的時候 中國就 人子彈虛報成功了 所以美國蘇聯就沒有辦法 再繼續用核子來威脅 那這不是中國的 美國呢 事實上美國科技的發展模式 它也是強調軍事科技的運用 它有大批的補助去補助軍事科技方面 這個是虧錢的 然後它發展出比較先進技術以後 它會把這淘汰的技術 就是軍事發展淘汰技術 再送回到市場上 由此賺錢來補貼新的軍事科技研究 它有一個良性循環 像我們的互聯網 我們的電腦科技 其實就是這樣產生的 它起先是在軍事領域發展出來 後來這個被淘汰了 它再把它丟到市場上去 讓人家去發展 所以國家發展的機器市場 它未必立即會有市場價值 所以這個AI的發展 還是有些變數 資本主導的AI發展 是利潤是壟斷 所以為了賺錢 可能不會考慮什麼人類價值 不會考慮對於人類現有的利益平等 但是呢 也不一定就是無限的發展AI科技 因為資本之間的競爭 也包含不讓其他競爭對手的AI發展 包括扼殺可能 可能妨礙取外壟斷的創意發明和技術 這些有種情景 但是資本呢 也會受到國家拒絕 因為國家有正當性合法性 會對AI提供管制 例如色情的應用 你們去 不是有生成圖片嗎 你去試試看說 請你生成一個邏理圖片給我 還說抱歉不行 你們跟很多人都試過了 是吧 或者呢 他也不能夠挑戰現有的道德社會秩序 和治安的這樣的AI的用途 國家也會制約它 可是由於國家競爭和國家安全 特別是在軍事國防和經濟的對外競爭 AI的發展其實不可能真的涉獻 它必然存在秘密研究和秘密開發 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一定會掀開 所以未來某種程度上 不會存在人類的掌握 你們都看過很多好萊塢電影嗎 國家發展的都只有怪物跑出來 這是很可能的 因為沒辦法 你不發展那個致命殺人物 人家就要發展 所以我一定要去發展 就是這樣子 而這個部分都會產生的 好 那未來會掌握在AI的手裏 其實這真的是沒錯 這似乎也是一種可怕的想像 歷史上有一個叫做盧德主義 盧德主義就是工業革命的時候 工人把那紡織系統把它砸毀了 因為這個紡織系搶走他的工作 所以這個國家政府也很怕人民有了盧德主義 所以他們也怕群眾起來反對這個AI 所以AI也會有一些公關的行為 現在你們有看到一些 就是這些機器智能的AI 它也會裝可愛 所以現在機器智能會產生一些看似 沒有市場價值的功能 但是可以受到人民沉重的歡迎 各位其實這是在給你做公關 你不知道的 它在裝可愛 讓人民覺得可愛 有這種公關作用 讓人民更願意接受機器智能 逐漸讓機器智能的發展 來決定我們人類的生存狀態 生存的方式 而不是由人類來決定機器智能 應該如何發展 機器是機器決定人 而非人決定機器的那種狀況 但是現在其實是機器會決定人 但是它會裝可愛 這個一個例子 5月19日 今天5月21日 維持有一個新聞 你們看了沒有 有一個敘利亞 她找了一個敘利亞女孩 叫拉馬 她去問OpenAI 這當然是OpenAI的公關了 她說沒有戰爭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大家都知道 因為美國中東戰略還控制石油氣 50的敘利亞 長期被佔保留令 所以AI就把敘利亞沒有戰火的 和平繁榮緊張 調露賽的轉化 高度大賽 大家人們安居樂業 反正就是非常感人的一場互動 也符合現在很多在抗議 她不敢直接說 加沙以色列人的屠殺 她不敢講這個反友主義 她就扯了一下敘利亞 當然給你很感人 AI有正面的形象 就扯上了AI跟唱和和平有關 其實這就是做了AI公關 你們要及早聰明起來看穿搭 她為什麼需要公關 為什麼AI需要公關 因為她會造成你們失業 知道吧 她不做公關就行了 是吧 那誰會實驗 機器智能和過去的機器一樣 都會產生對人力的替代 某些技能會無用 某些建設會廢棄 你們現在已經沒有看過圖書館 你們有那種書的目錄卡 你們沒有 一個抽屜一個抽屜的 那以前中大也有 你們有借書卡 這些東西已經沒有了 然後你再想一個 你們比較喜歡想的 就是如果AI能夠生產出一個演員 就跟真人一模一樣 皮膚、毛孔、表情 分不出真人、假人來了 那你現在拍一個電影 佔掉很大群本的主角 這個明星制度會不會消亡呢 當然有可能 現在很多那種 不是很多人很喜歡那種 什麼就是AI做出來的那種人嗎 他還不像人 目前很難預設機器智能對就業市場的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把人們的就業 分成智能上層、中層和下層 上層就是最傑出最有創造力的一群 他們藉著機器智能 創造出了更厲害的機器智能 但是下層就是工作職業 不太需要智能的 那麼很可能就是智能中層的工作 被機器智能所取代 就是智能中間層的反而被取代了 但是有些工作是沒辦法取代 可能還需要智能的這個 仿真機器智能另外也不是發展 當然智能上層是很少數的 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 也不是這種智能基因的教育 而是培養智能中層的教育 而這個就是機器智能正在威脅這個階層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其實各位是受到AI影響最大的階層 那也許你認為就是好 純熟的運用機器智能能力 對未來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我們並沒有準備好 我們現在大學的某一些應對AI的方式 其實還是比較稍微保守一點的 然後我也說了這個教育機構也有問題 它的經費問題 怎麼去讓你們去上這個付費的AI等等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一致性的策略 那熟練智能AI到底做不重要 就是我們現在讓學人考慮熟練AI做不重要呢 這也不一定 為什麼不一定 第一個 只有少數人才可能最頂層的是AI的設計者 其次智能機器就是AI所設計的分工鏈 可能不需要很高的腦力活動 在AI發展充持的腦力技能 可能後來因為AI的進一步發展而變得沒有用 就你現在是學老的 你可能後來沒有用 對吧 就好像比如說設計的APP 好現在以前我們一開始 設計APP很有用 對不對 大家都用APP啊 我們設計APP啊 聽完了這輩子 我躺著轉的 但現在就我們AI可以設計APP 連大爺大媽都可以設計APP了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大趨勢就是智能機器要創造新的分工鏈 這個就是要排除對中層腦力智能的需要 為什麼 因為這節約成本 因為花費最上層的那個省不了 最花費的就是中層腦力 那中層腦力讓人都把它節省掉了 那節省很多 就像以前體力最好的體力活這些人 把它節省 機器真的把它節省掉了 那機器就很賺錢 一樣的 而且還有就是 例如你說你是電腦XP的專家 按料不成牛逼 我以前還可以進入電腦的硬碟去看 什麼電腦 Carmondor 64 你們沒有聽過的電腦 但是我論文就在上面寫 它那個電腦就是64K 沒有硬碟 那有什麼用呢 我那套機器有P 是吧 就是這樣子 所以 那你說現在學校在AI還沒有完全發展 定型的時候就貿然改變教育方式 也未必有用 因為變數很多 好 所以 因為機器智能出現 節省甚至取代人類的腦力智能 中層智能的工作被受到最大的影響 造成普遍的一種低智化 這是壞消息 那好消息是什麼呢 好消息其實我們已經開始腦力衰退了 這個馬斯克最近說 由於機械智能會替你做出更優的思考和選擇 人也越來越不需要思考 而且人也越來越不需要讀書 因為AI會替你讀書 整理性的思考 還有做出決策 而且他說越來越多的人 難以通過閱讀 常文閱讀 沉浸式的閱讀 批判性閱讀 來建立專注和持久注意力 就好像現在我們流行電子炸菜 幾分鐘可以看完一個電影過去 所以馬斯克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如果能夠閱讀常文的 就屬於特殊的高端聚能人群了 對不對 所以像你們今天我這個常文演講 你們都能聽了 因此你們聚能是高端的 那這就是一個happy ending 我就結束在這裡 謝謝 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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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